哼 还以为多牛呢 原来就是一欺软怕硬的废物 周寻看着秦晨冷笑了一句 然后他转过身 吩咐自己麾下强者进攻面前阵法禁止 随着周寻他们出手 所有人都动手开始攻击禁止了 瞬时间整个山谷立刻传来阵阵的功名 这些禁止呢 虽然因为年代久远有些残破 但也不是简单就能冲破的 基本每个禁止面前的舞者都是轮流出手 一点都没停歇 为了得到自己接下来能得到的宝贝 这些人真是干尽十足 只有天魔长老所在的阵法禁止前 就只有他一个 除此之外 之前试图对天魔长老动手 最后退回去的三个势力 跟秦晨一样 没有禁止可以攻击 只是尴尬地站在山谷前 而其他阵法禁止前 各个势力早已经分配好利益了 自然也不会拉他们入伙 因为一旦把他们三大势力拉起来 必然得分出一部分利益 这个可没人愿意啊 你们几个 来我这儿 这时候 天魔长老看了三大势力一眼 冷喝一句 什么 这三大势力的人一正 特别是领头的三名 六阵初期五尊 脸上立刻露出一丝惶恐 自己都退让了 这家伙还不放过他们 天魔长老皱眉道 老夫喊你们过来 怎么着 没听见呢 听见了 听见了 尽管不知道喊他们过去干什么 但他们三个呀 不敢违抗天魔长老命令 只能小心翼翼走了过来 天魔长老一指面前禁止 冷声道 你们三个 带着各自势力的人 替老夫进攻这法禁止 如果能破开了 老夫酌情 给你们一人一成 禁止里的宝贝 当做报酬 什么 听到这话 三大势力领头的五尊都愣了 只要攻击开禁止 给他们一人一成 这是真的呀 不是在做梦吧 怎么着 不答应啊 见对方没什么表示 天魔长老脸色一沉 不不不 前辈 我们答应 这好事 不答应才怪呢 虽然不知道天魔长老 说的是不是真的 但目前这情况 他们三个没什么选择的余地 于是 激动之下 连忙呼喝自己 势力麾下的弟子上前 全力进攻 免前的阵法禁止 怎么样 老夫知晓 阁下是一名阵法大师 若是加入破阵的队伍 能替老夫破开禁止 老夫愿意给两成立给三位 不知三位 意下如何呀 让三大势力的人帮自己破阵之后 天魔长老看向了秦晨 对正在台上仔细打量的秦晨三人高声喝道 多谢前辈的好意了 不过本少现在只想找到出去的出口 对阵法禁止 本少不是特别感兴趣 抱歉了 秦晨却对天魔长老拱了拱手 他心中冷笑道 哼 这家伙三番五次邀请我 甚至为了让我相信 故意给三大势力让出这么大利益 还真是煞费苦心呢 如果说天魔长老不找他 秦晨或许以为这就是一意外 可天魔长老屡屡针对他 让秦晨立刻醒悟了 对方极可能就是冲他来的 看样子 我杀死血魔教长老的事 已经被血魔教的人知道了 这家伙就是来针对自己的 秦晨的谋中射出幽冷的寒蒙 派出一个六阶中期巅峰的武尊 这血魔教真看得起自己呀 不过呢 对方不找自己麻烦还好 若真敢找自己麻烦 他不介意给对方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 天魔长老看见这样 秦晨都不答应 心中再度冷了一分 为防止秦晨和其他人怀疑 他没有继续邀请秦晨 只是转过身 联合三大势力的人一同破阵 他所不知道的是 他刚出现时 秦晨就识破他的身份了 随着所有人开始进攻进制 山谷里只剩下隆隆的轰鸣 而秦晨查看半天石台后 脸色变得越来越凝肿 扮上之后 他转过头看向左伟 从现在开始 你给我一刻不停地炼制六阶基础阵旗 呃 难道我们放弃那些阵法禁止了 这里可有不少宝贝啊 左伟愕然地看着秦晨 他不明白 不明白秦晨为什么放弃阵法禁止 反而让他练制阵旗 难道说他对宝贝不感兴趣 我让你练阵旗 你就练阵旗 没听懂吗 给你一个时辰 若练不出十根六阶阵旗 本上要你好看 秦晨冰冷地看着左伟 冷喝道 黑奴 你来监督他 是 陈少 看什么看 还不赶紧练啊 黑奴瞪着左伟 脾气暴躁 他娘的 左伟骂人的心都有了 一个时辰练十根六阶基础阵旗 这家伙怎么不去死啊 如果可以的话 左伟恨不得一巴掌把秦晨拍成肉泥 但是呢 先前秦晨和黑奴联手之下 几招就杀了地魔宗宗吴欣副宗主 他虽然也是六阶初七五尊 论实力嘛 他其实也就跟宗无心博种之间 因此 在秦晨和黑奴虎视眈眈之下 他是根本不敢反抗啊 只能愤愤不平地 开始炼制六阶基础阵旗 而秦晨在一旁 也没有休息 他同样疯狂地炼制起阵旗了 一时间 整个山谷显得极为和谐 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 互不打扰 不得不说吧 几个阵法禁止相当强悍 经过半天时间攻击 这几个阵法禁止 好像没多大松动 一开始众人还有点担心 他们担心阴魂兽会进入山谷 因此呢 进攻禁止时 他们不停地查探四周 可半天过去了 这阴魂兽一直待在白雾里 连一头都没进来 众人的心也就完全放弃了 开始全身心地 投入到阵法禁止的破解之中 事实上 如果在场所有人联合到一块 率先攻击一个禁止 说不定第一个早破了 可此时 众人好像约定好了 每人都认真进攻自己的阵法禁止 没人提出这想法 而攻击了半天 每个人体内的真理 都有了不小的消耗 很多舞者呢 都开始休息了 一边休息 一边破解禁止 防止体内真理被消耗太多 本来众人以为啊 这些禁止 攻击个一天半天 也就破了 可谁也没想到 三天过去了 一个禁止都没破 如果不是说 阵法禁止在原有基础上 又残破了许多 变得有些虚弱 很多人都以为 这些禁止根本破不开 而这三天时间 秦晨还是不停炼制阵旗 甚至 光是左伟练的六根阵旗 都有不下一百多根了 陈少啊 咱得练到啥时候啊 你到底要布个什么阵呢 连续三天炼制 左伟精神几乎都快枯竭了 到最后 他几乎是一边服用 恢复精神力的丹药 一边炼制的 我需要布什么阵 需要你知道吗 秦晨冰冷地看了左伟一眼 让你继续炼就继续炼 再废话 小心本事要废了你 哎 我就只是问问 左伟嘟了两句 低下了头 他眼底深处 流露出一丝浓烈的怨怒和杀鸡 臭小子 把自己当奴隶了吗 也好 不管他布什么阵 只要用到老夫练的阵旗 老夫就有把握弄死他 左伟心中怨读的吼道 一边练 一边在自己练的每根基础阵旗上 都做了一个小小的手脚 这小子才五阶修为 之前只是眼界太高了 这才开启了入口 老夫在六阶阵旗上做手脚 他能看得出什么 到时候 他布的阵法 受控于老夫 哼 也不知会有什么感觉 左伟咬着牙 一边怨恨不已 一边继续炼制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 他岂会真的努力炼制阵旗呢 而当炼制到第四天时 秦晨终于停下了炼制 开始利用之前炼的阵旗 在石台周围布置起阵法来 一个个阵旗被他扔到石台周围 逐渐形成阵法的基础结构 开始布阵了吗 难道这家伙想用阵法打开个出口吗 左伟见状 心中阴冷地笑了两下 对他来说呢 秦晨用他的阵旗越多 对他越有利 一眉眉阵旗落下 在石台周围形成了一个惊人的结构 一开始 左伟还能看明白点 可到了后面 左围脸色渐渐凝重起来 因为他发现 秦晨布下的阵法结构 表面看并不复杂 甚至没达到六阶 可当一个阵环 一个阵环结合到一块 这些阵环形成了一个 极为复杂诡异的大阵 甚至连他这六阶阵法大师 都看不明白了 让他有种云里雾里的感觉 难道他真的来自败朝之外的顶尖势力 左伟暗暗心惊 他也算大洲王朝最顶尖阵法师之一了 虽然称不上最强的 但整个大洲王朝比他强的也就那么寥寥几人 各个都是开宗立派的顶尖大能 或者是皇室供奉 可即便以他的眼光 他竟然还是无法看出秦晨布的阵法作用 这让他如何不心惊了 这种阵法造诣 绝不是什么百朝之地能拥有的水准 不管这小子什么身份不得什么阵 只要用到老夫阵旗 一旦阵法催动 老夫自然能明白阵法运转规律和作用 到时候 老夫利用阵旗上下的暗门 瞬间反控阵法 到那时候 这小子还不是由老夫处置 甚至于 在他身上 老夫还能得到许多前所未有的阵道知识 左伟那心一下火热下来 如果说秦晨身上 真有远朝百朝之地的阵法书籍 一旦让他得到了 逼自己六阶阵法的造诣 那 自己甚至能一跃成为整个大洲王朝最强的阵法师 到那时候 各大王朝的皇室 也得对自己恭恭敬敬 存称为大师啊 哎呀 这些光想想 左伟感觉热血沸腾 想到这 左伟再也顾不得脑中精神力枯竭了 不需要秦晨催促 更加疯狂地炼制起六阶基础阵旗来 因为他很清楚 只有秦晨布置阵法用到越多他的阵气 他才能对阵法的运转更熟 反控起来也就越容易 就这样 双方各怀心思都陷入炼制之中 到了第五天 一阵剧烈的阵动响起 一股浓郁到极点的灵药香气迷满开来 就连布阵中的秦晨也忍不住抬起头 他猜测 应该有一个阵法禁止被破了 抬起头 果然 远处一个阵法禁止被打破了 打破阵法的竟然是一对悬阉阁的女子 他们只有两人占据一个阵法禁止 可谓是场上比例最大的一对 而周巡 夏吴桑他们 什么话都没说 甚至 他们打破禁止的速度竟然最快 这让秦晨忍不住微微的震惊 此二人面前的阵法禁止 已经被打破了 一股浓郁的灵药香气 从被打破的阵法禁止中散出 其他人都停下攻击 纷纷看向被打破的阵法禁止 当看见阵法禁止里的东西 周围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 这阵法禁止里果然是灵药啊 而且不是简单的灵药 指甲里面是郁郁葱葱一片药源 其中等阶最低的也是五阶灵药 黄麒花 而更多的是六阶的怀牛西 杀吉子 这些还不算什么 最可怕的是 竟然还有几株化尊草 这可是让六阶五尊疯狂的灵药啊 其中呢 黄麒花是炼制五阶宁血丹的主才 也是六阶宁血丹的主要辅才 六阶宁血丹 能让六阶五尊一带受伤 能以极快的速度恢复 是六阶疗伤丹药中 药效最可怕的一种 而宁血丹更强的 还是使用之后 武者能快速恢复战斗力 甚至一边疗伤一边战斗 要知道啊 对一名武者而言 他最担心的就是战斗过程突然受伤 一旦受伤 战力自然是大大减弱 而接下来战斗呢 自然是越来越艰难 甚至于陨落 可一旦身上有这么一瓶宁血丹 受伤了 直接服用 对战力几乎没什么影响 这是何等功效啊 简直是每一个刀口舔血的武者 必备良药 而因为黄麒花极为稀少 使得这种黄麒花为主才的宁血丹 王朝各地丹阁都极为少见 几乎是不可能卖到 也就只有一些拍卖会上最终才能预见 怀牛膝还有杀吉子 这都是六品真理丹的材料 由这两种灵药炼出的真理丹 号称六品中最好的恢复真理丹药 它能几短时间内 将武者体内消耗真理全部恢复 除此之外 它没有任何副作用啊 这两种灵药和之前的宁血丹一样 几乎是武者战斗中最为宝贵的丹药 同时 这两种灵药极为稀少 否则呀 几乎是任何武尊强者在外必备良药了 可这里最可怕的 还是那几株化尊草 化尊草乃是六阶巅峰灵药 同时也是炼接六阶化尊丹最核心的主才 化尊丹呢 一听这名字 不用说 那是突破丹药 它是五阶巅峰五宗 突破六阶五尊瓶瓶颈最好的良药 同时呢 也对六阶五尊武者突破有非常好效果 能够让处于六阶小境界中的武者 有一定的几率能突破一个小境界 这什么概念呢 这个就是说 只要得到化尊草 能让一名六品巅峰裂药师炼成化尊丹 足以使一个势力中几名巅峰五宗 一下突破到六阶五尊 那等于是多了好几名五尊呢 这是何等可怕的 更惊人的是 这些化尊丹甚至能让一些六阶初期巅峰的五宗 有几率突破到六阶中期 甚至让六阶中期巅峰五尊突破到六阶后期 这对在场舞者来说 真是能让人发狂的东西啊 一时间所有人目光都火热了 贪婪地盯着打开阵法中心的灵药 那玄英阁的洛英长老 看见周围诸多舞者贪婪的目光 顿时冷声说道 这里有七个阵法禁止 我们只是打破了一个而已 我想诸位还是关注一下自己的阵法禁止吧 果然 洛英长老这么一提醒 哎 眼红的人纷纷清醒过来 更是不要命地疯狂攻击自己的阵法禁止 既然第一个阵法禁止有这么多珍惜灵药 那他们的禁止力显然不会少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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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